当别人来推你的时候 你怎么办 像这种情况 太极里边基本功的一个招式 就可以轻松地化解 我刚才用的是太极拳当中的单手铲丝 这是基本功 因为我们常用的就是 过来就是 是不是 这不是单手铲丝吗 在套路当中我们经常用到 你譬如套路里边的 套路里边的 荒棱三角水 当对方来推你的时候 或是劝打你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用 截劝 然后上步 铲丝 碰到对方耐力的时候 我就划圈 我就走圆 在走圆当中生手一种牵牵 我就可以打了 出了圆我就打他了 不管是劝 不管是张 只要他攻击你的时候 你完全就可以利用这个颤丝清零的 但是你一定要深发布发 眼发要配合起来 眼要看住对方 他要干什么 眼后的布发一道 深发一道 手发一道 我接住到对方那个接住间 迅速的一个正气力 就发出去了 一个颤丝劲 平时我们画的时候很简单 手间手周手手 钻摇 穿掌 东腿 翻掌 这是我们的级别工 我们把这个练好了以后 我们用的时候呢 用的时候 他就得心用手了 先把它画好它 往上是画你 下来我就是打你 拿着我这大辈子的话 我也可以利用这个颤丝 单手颤丝 你看 颤丝是不是 对方握着我的手 想握我 你看这怎么办 还是这个动作 你看 单手 爬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 基本功练好它 就是这个单手画圈 假如说他一圈过来了 爬 你看 我就照对方那个圈 进入我的圈 听我指挥 我什么时候打我都可以 我就这个单手颤丝 你看我要打了 我这样打可以 对不对 单手颤丝 在健身方面 通过这个画 是不是你的肩肉眼 就没了 是不是你的腰椎病 通过画圈 它就没了 我们练这个单手颤丝 它具有独特的 养生价值 还有坚明的积极含义 希望大家在练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些想法 加一些意念 那么你在练 基本功当中 它就不感到发味了 它感到很有意思 哎 很有意思 说很有味道 然后你练起来以后 它的功夫就上升 它就快了 好 就给大家讲这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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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